應該不會那麼 喔有聲音x2 有聲音 他感覺超近欸 喔喔喔喔喔 什麼東西 欸第三隻要出了啦 傻眼 過來啊 第三隻出了x3 嗚呼嗚 嗨你好 嗚呼 嗚呼 PK呀PK呀 歡迎收看minecraft当個創始神我是喋 今 میں玩的是minecraft1.20伺服器哦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整套鐵裝 有沒有 我私底下終於拿了一點鐵 去做了個鐵裝 原因是因為我私底下有去挖礦 去村莊附近有一個山洞 然後裡面蠻多鐵礦的 然後在途中我還遇到了 殭屍生怪磚跟那個 蜘蛛生怪磚 欸?是殭屍生怪磚還是蜘蛛生怪磚 其實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兩個生怪磚 超莫名其妙 然後我還看到了一個新的地形 有點綠綠黑黑的 感覺好像很可怕 因為我記得好像 往往有跟我講過 有新增一個怪物 就在1.8之後某個版本 有一個綠綠高高的叫什麼 玉卒嗎? 就是反正很巨大的一隻怪就對了 對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要做的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去冒險 然後以及挖鐵礦 然後去看那個黑色的地形 看看有沒有機會活著回來 去探索看看 因為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那如果有不懂的 觀眾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從觀眾的留言之前 有學到一些東西 比如說村莊怎麼弄 好 但是在開始之前 先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有拿到這個三叉雞 是因為我 私底下雞我在掛甘蔗 這邊我種一排甘蔗 然後就有發現拿三叉雞的那個 屍殼嗎? 一層屍 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打他 我爆了兩個盾 這是第二個盾 欸? 不對 爆了一個盾啦 這是第二個盾 然後鐵裝也被他打到幾乎 快損傷了這樣子 然後打死他 他就意外掉了三叉雞 好的 接著呢 我就要出村 來到 呃 重生點附近喔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這條路 一路往上就是 繞進去就是重生點嘛 然後後面是我們的村莊 給大家看一下大概是 呃 這個位置有沒有看到我的村莊 然後旁邊是我家嘛 然後樓上是重生點 然後在這個位置我發現了一個天然洞窟 他蠻大的 你看這些火把都是我擦的 然後木 木材是讓我方便便認方向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就直接下去這個地形好了 雖然之前有聽汪汪說 那個怪好像很難打 會很有危險性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嘗試一下 我現在身上的裝其實 沒有到很重要 所以還行 呃 對還行 所以噴掉其實不會到太難過 喔唷 底下 底下有顆 會亮的東西 那什麼東西 他會攻擊人嗎 這種 minecraft的未知感已經很久沒有了 以前第一次玩minecraft的時候 都會覺得 喔洞穴看起來好可怕喔 然後還玩到後面 就是已經很熟了 就覺得 喔還好啊 反正就是鼓勵怕嘛 中介石枕嘛 生怪磚嘛 然後不然就是那個 廢棄礦坑嘛 然後廢棄礦坑有毒蜘蛛 就這樣而已嘛 對不對 現在接觸到這個地形 我覺得有點 小害怕 好我們先來接觸看看這個東西 看他到底是 他可以打嗎 欸 打他沒有用欸 挖他呢 他要用什麼挖 鏟子嗎 看起來不是 挖掉他會有經驗值 但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先不要動他好了 我覺得好危險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真的超級多鐵光 你看這邊有五個 然後在前面還有 兩個 真的超扯欸 喔我發現了 他這個是 呃 算是偵測我的位置的一個道具 啊我印象中好像聽 之前有聽聽到玩家說 好像這個區域的那個怪物 他好像看不到東西 他是用聽聲變味的 所以說如果把這個 把它給拆掉 他就踢不到我了對不對 欸 欸我突然 解了一個成就 在 或是附近潛行 以避免被偵測 應該 不會那麼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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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鬼東西 好可怕 那邊有一個 喂 被發現了 那是什麼東西 那什麼東西 那什麼東西 他突然 做了什麼 好 我如果先挖掉這個呢 我先挖掉這個感覺 是比較 保險對不對 對沒事 我挖掉這個就沒事了 那如果我 再插一個火把會怎樣 他沒有反應 欸 那邊在亮欸 那邊在亮是什麼意思 喔 喔 有蝙蝠啦 喔 有蝙蝠 那就沒事了 好的 我已經 鑽石 我的媽呀 鑽石在那種奇怪的地方 我們第一顆鑽石 這麼危險嗎 我的天哪 來囉 緊張刺激的時候到了 有 他偵測到我 但目前我們 沒有看到怪 那隻怪 應該不會自己 飛過來吧 他應該是用走的 對不對 就我印象 看到 之前 舊的 就是某一個版本的 麥塊更新 有 有 顯示到他的長相 然後 等一下再給我點到 然後 我記得 他看起來是沒有翅膀 喔 完了 Oh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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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聲音 感覺很像是在右邊啊 但是 這邊沒有看到擴增器啊 我再放 兩三個好了 有聲音了 有聲音了 我看到東西了 他會上來嗎 他會上來嗎 他應該不會上來 他感覺超近耶 喔喔喔喔喔喔 什麼東西 喔喔喔喔 死了 我這東西噴了 完了完了完了 要趕快去撿 好的 回來剛剛那個地方啦 我不確定那個怪還在不在那個位置 我看一下 他 我掛在這裡 欸 東西不欠啦 好吧 我剛剛看了一下我的道具 我大概是 欸 前面那個量為什麼那個 怪物不會出現啊 我大概是 呃 花了大概 五分 零幾秒我才到這個地方 欸不對 應該說我大概四分 五十幾秒就到 然後就差個再給我十秒我可能就撿得到了 對啊 好吧 那 就一顆鑽子 啊兩顆 還兩顆 這個屈辱叫我怎麼 來啦來啊 來啊 打我啊 對欸 我怎麼沒有想到 可惡 打我啊 啊 我要去自殺啦 沒有嗎 有了有了 他出來了有了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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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打不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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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為了看下一秒 好 OK OK 輕鬆輕鬆 第一次看到他的真身怎麼出來的 原來從土磚出來啊 太厲害了 欸 等一下 我抬頭看到這邊有一個鑽石欸 欸 等一下那是什麼區域啊 有木頭欸 這是舊的那個 呃 廢機礦殼嗎 舊版有的 欸 我這個地方就是生產史萊姆這個地方 然後上面有一個鑽石 那我幹嘛去那麼危險 不過那邊我還是要挖一下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顆鑽石裡面有沒有更多鑽石 沒有 好 結論 是 沒有對吧 嗚呼呼呼 好 我死了 他聲音還在他聲音還在 我直接跳下去 嗚呼 嗚呼 嗨 你好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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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啊PK啊 為什麼打不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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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不到他欸 欸 他不見了 欸 他忍不見了欸 PK啊PK啊 我死了 我發現 出兩隻了 出兩隻伏手者的樣子了 好 剩另外一隻了 剩這一隻剩這一隻 我也會把他引走 我也會把他引走 來來來 Let's go 過來過來過來 兩隻都在這裡 他們引在遠一點 因為附近有鑽石 再引遠一點 快點快點 欸第三隻要出了啦 我傻眼 過來啊 第三隻出了第三隻出了第三隻出了 欸唷 OKOK 這樣應該安全了 這樣應該安全了 我應該可以去拿我的道具了 以及挖鑽石 好 我拿到我的道具了 應該全部都拿到了 欸沒有有一些不見了 但是沒關係 至少大部分還在 可是我的 我的 我的 我挖的鐵礦怎麼不見了 我傻眼 這最後一隻死都不想要消失欸 我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過來 他沒有過來我開挖了 3 2 1 然後我再挖一顆 等一下 應該沒有聲音吧 OKOK 趁機趕快 挖第三顆 趕快挖第三顆 第三顆了第三顆 呼呼呼 OK 好了我拿到四顆鑽石了 喔 為了這四顆鑽石 在這邊拼 拼了你死我活死了 1 2 3 4 5 6 7 8 9 11 再加上前面可能四五次 所以應該是大概15次 為了這三 這四顆鑽石 其實我那麼趕著拿 挖鑽石是因為我想要挖那個啦 就是 右前方有 我 之前有給大家看嘛 還在還在還在 就是那邊有一個壞掉的中介門啊 我想直接把他黑鑰石挖來 直接拿來做 不是中介門 地獄門啊 拿來做地獄門這樣 我想要去地獄挖一個東西 就是有一個東西他可以做那個 呃 嘖 啊 不要現在講好了 反正就是有個東西可以 讓我的那個城門 就是可以自動開關這樣子 我需要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叫地獄 所以我才趕時間 好啦那 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找旁邊小鈴鐺 開始終知 平日晚上留點發片 加日早上11點 有興趣見準 收看我的影片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各位掰掰